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龙当传于山西旗线的六合拳 也叫心意六合拳 其步法虽然也用侧身弓箭步 但在计划上强调了以丹铁为本 以异领气 内外结合 重视意识和呼吸 有了爆发镜 套路动作也增加了许多内容和方法 使心意六合拳的技术有了明显的发展 从李洛能先生将意拳传入河北后 为强调技法上的外形内意和象形曲意才改名为形意拳 它使五行拳的动作技法与外形内意 深刻制化之理相结合 丰富了其健身实用的效果 特别是它改掉了侧身弓箭步 带着以鸡腿 龙身 怀虫步 这一五弹 别具技技内谈的步法 再加上熊挡 虎抱头 这上体的两项 就构成了形意拳 通体完整的一身之法 这是李洛能先生的一大创新 人们说他的技法达到了权无权 义无义 无义之中是真义的造诣 能不见不闻 不义而发 步入出神入化的高超境地 因被人们称颂为神权李洛能 他确实是一位法东内外 功容三成的一代武坛师表 尤其在形意十二行的特能上 有格物之志的精威和独到见解 李洛能先生的门声 刘奇兰等成为河北一代宗师 传播最为广泛 宋世荣 车永红 已把李先生在山西的记忆又传回山西 成为山西一支 近代形意权 虽同出自李洛能 但依师成关系和材质理解的不同 经近时代人的继承和演变 对技法真谛 权论理解都有很多差异 这些有待我们广大爱好者 排出先入为主的常见 多做比较和理论探讨 探经绝微 使之既有一身心健康 又增进记忆锻炼的效果 行一拳从动作来看 简单无华 但外形好做实质难悟 难就难在 难否掌握正确的动作和其理论指导 正如拳经所说 武艺随经俏不针 费尽心机罔饶神 略行一拳要求在轻松自然中 先求刚进 则刚至柔生 柔即自化 突出强调练功早进 在实践中通过尽力的变化去防守 进攻 而不是讲形式 讲招法 器械只是拳脚的隐藏 全练好了 再练器械 几乎增功力 又增技法 拳线一体 就是按拳的套路和技法 进入用于器械上 所不同的 只是不同器械有它不同的特点和使用方法 在运用中发挥不同的性能而已 上云祥先生曾说 练什么也没有练形意的味道深 求之不尽 用之不竭 希望广大爱好者去比较采责 探经绝微 从中找到真实的内涵 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关键所在 三体式战装 三体式装功 是行李拳特有技法 进的基础功夫 他理论深奥 意义深刻 奥秘无穷 要坚持练好他 我们练装功要求 静中有动 全经说 静则为性 动则为意 静为本体 动为作用 静中之动 为之真动 动中之静 为之真静 要求静 不静 则真意不能发动 不真静 就不会还原人体之本性 还要静中求动 不真动就是不知意 知意能动 才能够妙用则为神 所以练装功 要追求 既然不动 感耳随通 无可无不可的高潮境地 为此 首先要姿势正确 然后通过对内意的训练而内养 神和气 并培养出内进来 行徒的手形是这样的 这叫三元掌 虎口要圆 手心要圆 手背要圆 手心圆 掌心回收 掌有称力 这才能发出整劲来 并能控制凝转 手背圆是立罐指尖 三节静整 他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虎口圆是柱掌 掌的外撑和里扣的劲 使掌的控制面大 而且力强 精云 应作四平 足下存身 这是说在姿势和动作中 要求小臂要平 同时在做到肘向下坠 向离骨 向前称拔 则可使上之三催进掌 立罐到手 还要求头顶药瓶 这是要下壳回收 头顶向拔 以发动血烧 第三个瓶 是要求两肩瓶 为的是身体正直 两肩相撑 腰力得发 第四个瓶 是两足抓地药瓶 这为的是使下肢生根 发动下肢煎烧的功能 行义拳的三体式战装 以及其他套路 都遵循右围气 左围血 气吹血型规律 都以右脚在后 左脚在后 头顶 都被你活动下肢 接下来 压力用 则可使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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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退则退 要发则发 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 这是收拾 收拾的静坐 一定要自然和谐 轻松自如 并且感谢观看 三吹吹进 三吹进 电出前汤 后灯之进 使之进步快而远 还要追求如离翻地 似卷地风的意境 这是传统 殊如槽船 百事實在地步骤 выдав 你要 telC 颇至山之后 往前行进时 腿部运动就像槐树上的槐虫爬行一样 向前驱动 沉稳 立大 行计时 重心不可起伏 双肩不可倾斜 犹如飘水时一样 脚步要有汤筋 汤步要远 犹如奔马机体之功 驰骋之能 英作 头顶向树 目视前方 上身四斜非斜 四正非正 为履中正 提杆裹胯 重心在两腿前三后七 音作 是行翼拳的基本功夫 是装工三提式技法的运用 也是行翼拳找进发进的母式拳 劲的主宰在腰 要以腰催肩 肩催肘 肘催手 这也是三催劲 动作中要注意 肘不离泪 手不离心 出动 入动 紧随身 还要手脚 祈祷 练出 整进来 练习 英作 要从自然和谐中 练出 上下相随 内外合一的 整进来 自从开展 轻松中练出 迅猛钢式的 爆发进来 使内进 从无到有 不发缓弱清风 激发 蓄如奔雷 能达到这种程度 才可以说是 对行翼的激发 尽力 稍有领会 在此基础上 再进一步 用心领悟 自然会得到 幻动随发的 柔暗净 以及 贴身重力 继而 再进一步 断练 和 刚之柔生 柔极致化 悟出 行意真谛 和精髓 行不应作 是三体式 诸多技法 在运动中 利用的训练 要从中学习掌握 起落 钻 这一 行翼拳 特殊技法 为进一步 学习五行拳 十二行等套路的动作和 尽力 打下基础 这一技法 对后期的学习 至关重要 所以称之为 行意之母拳 三 五行拳 五行拳 是以 阴阳五行之说 为理论根据 二五行的 生 科 智 化之理 加以运用的 它是锻炼 行意拳的根本 是以 气病健身 变化人的 气质 为前提 以培养 技法 加深功力 为目的的 上式行意拳的 五行拳 按照五行 相生顺序练习 即 金 水 木 活 土 劈 钻 崩 泡 横 只有这样 才能符合 拳法的技术制约关系 符合人体生理的 相辅相成规律 从而使技术训练 与人体代谢机制 相符 以达到健身的目的 上式行意的五行拳 在运动形式和技法 进一上 别具特色 尤其是 P拳和 钻拳 与一般练法 更有显著不同 网出学者分析 两有 探经 绝微 P拳 拳 施金云 拳之行四辅 属金 胃通于肺 外达于鼻 再体为皮毛 拳四辅 性属金 深钻 深钻 刻崩 妙绝伦 体为皮毛 鼻通肺 小臂发尽 尽乃深 练披拳时 前小臂要平 要沉肩坠 拳筋 均匀 打要远 气要催 就是要求我们 小臂要向前撑 撑出三心来 沙地要发出 腰催肩 肩催肘 肘催手的 三催进来 注意前臂 三肩相对 即 鼻尖 拳腕窝 前脚尖 要保持在一个垂直面内 筋 要放到小臂上 在这 这是着力点 它与 应作着力点 是不同的 要注意 行义拳的 全形要求是 握实心拳 不是虚的 也不是方的 要求握实 批出支拳 出虎口向上 还要使拳的 腕窝 撑得最大 使拳增大 前顶 和下扣之际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上林祥先生所传的传统行义拳中的 批拳 这种练法现在几乎已经失传了 批拳不同于英拙 明祥练的是 磨砂劲 用的是掌 是烧结发劲 而批拳用的是 拳与肘之间的前小臂发劲 是中结发劲 两者之动作到劲力都不同 批拳的肘打是一个独特技法 通常所说的十五处打法 用的都是关节和烧结部位 而上先生所传的这个批拳 用的是小臂 它既超脱了十五处的框框 又相当于有威力 且符合拳经所说 四复属经的理论 另外 在健身之法中 只有这样练习 才能达到内通肺 怪达于鼻的作用 无疑 这对行义拳 寂寂之道和健身之法 是一个伟大的继承和贡献 前手不能上翘 不然虽然也是坠肘 胆利达不到整个前小臂 也不符打要远 气要催的要求 所以要求前小臂一定要平 不能突臀 要提刚果胯 为吕中正 突臀 尽力就发挥不出来 自己也没有稳定性 有影响内气的运行 前膝要顶 但不可前功 膝过于前移 就不是三七进 而是四六进了 这样变化时就不自如 对方来一点长劲 自己就摔倒了 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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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行四变四闪属水 类通于肾 外翘于耳 载体为骨 钻拳四地性属水 声灯刻炮若闪雷 载体为骨 耳通肾 标臂抖腕腰尽催 钻拳之行 四闪属水 上水行一拳 叫其他行一拳 多出一个四闪之行 这个动作 就像打闪一样 一般的钻拳有横劲 有竖劲 而这个动作是画圈 是包裹劲 拳经说 钻拳内通肾 正应有了包拳劲之行 在与抖标劲同时发出 才能达到助肾目的 往回往里的雕挂动作 要借妖精 填于胸前的手为雕手 要求尘尖坠肘 着异于腕 小臂上蹄 雕挂至胸前 雕手与前胸有一拳间隔 向前上方 搂手的动作叫搂掌 掌是拇指撑开 其余四指并拢得立掌 立点在虎口 虎口高于眼平 做动作时 首先将雕手便掌向里搂拨 着异于虎口 要用腰催间 肘手的三催劲 并要发抖腕甩掌之劲 动作要一气合成 钻拳中的四闪 不是指速度 而是项悟之行 上射行一拳 在每一钻拳之前 往回往里丢挂发衣 裸劲 再往外往前 往里搂拨 发包裹劲 这一连贯动作 既是四闪之行 这个动作使腰部 有横向的抖劲 特别助长腰部的撑拨 有更甚的作用 从技法上 雕挂和搂拨发劲的动作 都是既包括固法 又包括打法的 丢手时要中指无名指 小指伸直并容 向小指方向用力勾起 食指向下 其意在于勾落对方来手 还要注意 沉肩坠肘 用腰力 力力集中在于手腕上 这样做只是臂力力不得发 不是腰催肩肩催肘 肘催手的三催劲 一定要用腰 用移动无不动的周身劲 这个动作不是横劲 也不是竖劲 而是包裹劲 要求包裹劲在动作和劲力上不能有凹凸之处 它是通过抖腰发三催劲而实现的 专权联系动作合则为一 若当个动作练习 则分而为三 里面都含有 顾法打法相结合的禁定 专权 专权之行 四季蜀目 内通于刚 外翘于目 载体围巾 灯拳四季 杏鼠目 身套克行 半步功 载体围巾 刚煮目 性猛刚时 拳不空 灯拳出拳时 要借三催劲妖精 腿的前摊后登之力 后拳精心口 贴着小臂 成螺旋状向前直打 出拳后 要做到鼻尖 手尖 脚尖 三肩相对 前手 回首时 有拳尖 拳尖 拳 以后手出拳 相互配合 尽力 尽力 相符 全经说 您了三心 多一力 要打出三心来 为此 要 踏肩 坠肘 手臂 撑波 姿势和尽力 都要正确 这是 尖心 这是 走心 这是 万心 平时 三心 是不出来的 一旦 发力 三心 必出 只有明了三心 尽力 才能 顺达到最大 上世行役的 崩泉 要求打出 特有的直径来 身似 奴公 使妖力得逞 两拳相拟果 又相辅相撑 初拳 要视如奔雷 打出迅猛钢时的劲 两脚前汤 后灯 要向卷地风 要静急而不远 定势后 两脚跟相距一拳远 加之明了三心 和拳打三劫不进行的理解和锻炼 即可得到拳去不空回的功夫 蹬拳只为 垫前脚 跟后脚 交替冲出 左右拳 称之 半步蹬拳 通过训练 使前脚 虽垫近半步 借助前攀后灯 却有一步多远 出人意外 风险出 蹬拳的厉害 炮拳 精灵 炮拳之形四炮熟火 内通于心 外达于蛇 再体为血脉 炮拳四炮性熟火 身横克批 傲不活 体为血脉心煮蛇 云转火机 雾必落 炮拳之形 四炮熟火 内通于心 为此 动作要 肿不离肋 手不离心 出动入动 紧随身 两拳动作时 要两臂贴身 尽力 凝力 凝力 以势力 充分体现出 虎告头之下 前手 行如 蹬拳 要打出三心来 后手的动作 含有 拧 滚 拨 拨 化的 幻合筋 这样的动作不对 这只是局部的 小臂的力量 要发腰筋才行 只有这种筋 才能通心 才能起到锻炼心脏功能的效果 炮拳每一定式 都与起势方向 长45度左右的夹角 两脚跟相距一脚远 略大于崩拳部 虽是要部 但仍要求三肩相对 行进路线 长 锯齿形曲线 上式行翼的炮拳 虽是曲线前进 但每部都要发出 前汤后灯之进 提步时 上拳搁不走 掩藏后拳 提高后拳打击的突发性 上部炮拳 要求上拳不是架 也不是顶 而是含有 拧 转 拨化的混合筋 后拳向前 向李拧 转打出 两拳不打呼音 手脚齐到 航拳 航拳 航拳之形 四蛋属土 味通于脾 外翘于口 再体为肌肉 横拳 航拳四蛋 姓属土 身披刻钻 行不漏 体为肌肉 匹竹口 出手难招 辱难输 一些初学者 练横拳是这样 用小臂横向拨挂 这是不对的 这样做是犯了 践行的毛病 这样练是讲招法 用臂力 使行一拳的真进和特色都上失了 上云祥孙上教横拳时特别强调 起横 不见横 这也正是拳打三截不见形的全经道理 这就是起横不见横 落顺不见顺 只有这样才会有好的寂寂效果和健身效果 要注意 肘不离肋 手不离膝 上下相随 动作协调一致 出拳在拧 搓 钻 三中含横近 横拳行进目线 与炮拳相似 成锯齿形曲线 横拳之形 是弹属土 这个弹 指的是武术传统中所使用的弹弓之弹 它是三合土加头发做的 固性属土 而五行有万物土中生之说 就是说 五行中的土是能够生出其他物质的 而性属土的横拳也却能生出其他拳 如行一拳的母式 三体式 由净变动前面加一个 三钻进的拳 就变成母拳 英作 实际发起为钻 若为翻 起为横 若为顺的一拳 就是横拳 所以说 性属土的横拳能生其他拳 上士行一横拳强调 起横不见横 若顺不见顺的技法要求 起横见横是讲招法 是用中节和烧节的臂力 使行一真进上师 而起横不见横的横拳禁 是借妖静 拳打三节不见形的 周身整径 发出含有横径 但又不见其形的 特有的径 静里中 其中有横 横中有直 既是顾法 又是打法 中和仪器 变化迅速 因此 都为行一拳家 实战时采用 五行拳的健身作用 拼拳之行 似服蜀筋 胃通于肺 外达于鼻 在行一拳特有的逆式呼吸下 练习使胸收放 增加肺活量 由于腹式呼吸加强了呼吸深度 尤其利用丹田醒气的运气方法 更增强了发劲的作用力 宗泉之行 似电 鼠水 内通于肾 外达于耳 通过礼挂雕手 外摆搂拨 这一循环动作用来活腰助肾 滋肾水 以养肝 东拳之行 四界于鼠目 内通于肝 外达于目 通过外形的 直而快的净力 用来输肝理气 炮拳之行 四炮熟火 内通于心 外达于舌 再体为血脉 奥部初拳 及后拳的上架 使心脏的开合幅度更大 对保健心脏 促进事业循环 都有好处 横拳之行 四代熟土 内通于脾 外达于口 再体为肌肉 通过两小弟 一张一池的出入 按摩脾胃 又通过 酸 翻 拧 拧 裹 对的称拔 使肌肉增加弹性 达到浸身效果 四 行一拳一身之法 舌文肉伤 舌卷气降 虽身一汗 头顶相树 正气逆转 道达到达泥转 以养性 牙齿为骨 牙齿为骨烧 全筋银 有勇在骨 切齿则发 用时咬牙咬就是这个道理 手脚 手脚指甲为筋骨 为筋梢 全筋云 虎为阴猛 以爪为风 手指甲 脚指甲 缩扣 促使筋骨 肌肉紧张 力量增长 毛发为血烧 全筋云 怒发冲快 血轮速转 人们激动 发怒 害怕时 有时头发会竖起 这就是血烧所起的效应 血鸡的独立之行的特点 是单腿支撑 犹如双腿般稳定 血鸡的两腿相甲 磨劲而行的特点 在行径中 两小腿相挨 相辅相撑 使寒特有尽力的 前汤后灯的怀虫布 静直力大而不远 血龙的三折知识的特点 一般动物在角度中 如有折身情况 就会因受制失利而伤亡 而龙则不拦 反应转折腾挪 而使身力得斩 血龙折身 使潜力在称拔中 明了三星 党后膝底扣 上身繁明 使之顺化 上体又似斜非斜 呈现三折知识 最终使之腰力得发 学雄有树相之力和锤绑力大的特点 在咸识拔中学它 踏肩对肘 拔背 因而向自树 并通过两臂的称拔 使上肢三吹劲 劲长力大 学虎未扑实之前 先把前爪抱于额下以蓄力 所谓虎未扑实头早抱的蓄力带发的技巧 为学会运用这一技巧 提出了 肘不离泪 手不离心 出动入动 紧随身的动作要求 五 连环拳 连环拳 是继五行拳锻炼有一定基础后 学练的第一趟传统套路 其特点是动作不多 但结构严整 有进有退 节奏突出 气势宏大 深受人们喜爱 进也打 退也打 反映出套路眼灵特点 白鹤亮翅 一马三剑 更反映上市形意 独有的尽力和风格 白鹤亮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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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亮翅不是并翅 就应该是向上向外发进 所以要求在练时要借抖腰输笔之力 练出亮翅之威和进来 一马三剑 在套路中 从彻步眼手开始 起连三个动作都是左脚在前 连电三步的 垫步 要求这三个垫步 要躺进大 躺得远 连贯一气 所以在脚的计法上 就要一马三剑 而三个连续垫步 又是一步一手发进 接连打出两拳一掌 所以在手的计法上 又叫一马三剑 晶云 剑拳四马奔 连环一去眼 正是反映此意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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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